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你老婆有情感利益纠葛或者要债的 对吧 价钱是一千块钱定位你一个月 就跟踪你一个月 一千块钱 这是行情 怎么交易呢 通过QQ聊天就能匿名完成交易 这不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 这是北京的真实案例 一起导致23个人走向被告席的案件 被称为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获取个人信息案 目前这个案子正在二审 你知道我说有点惊着了是什么 23个被告里边 有一部分是江湖上的私家侦探 有一名是中国移动授权单位的职员 五名是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的客服人员 和电信营业厅的服务员 根据什么新世纪这个杂志吧 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是由一名嫉妒的官太太 无意之中揭发的 她怀疑她的高官老公 有这个货外情 委托私家侦探公司调查 然后把这个事情浮出水面 所以你看这个 我不太明白 这个官太太请私家侦探去调查自己老公吗 对不对 然后用这个方法 然后她发现 这个私家侦探太牛了 这不是侵犯隐私吗 不对 然后曝光堂 没找到 这个抓的不够 什么概念啊 抓的不够 这个太有正义感了 或不对办 对啊 但是呢 这个事儿 是吧 咱们搞不清楚的部分 就属于隐私的部分 我们不要说了 然后呢 你看啊 这个有个叫谢新冲的 他是这个交易链条上游的卖家 当然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也是 他是非法的 他是非法的 那个中一栋呢 等于说是授权 可是中一栋那边 也有一堆这个证据 什么说 我们没授权 你干非法的事 对吧 等等 反正就是说 这东西有漏洞 可是这个人 对90多个手机号码 进行定位 而且问题是什么呢 他提供的这个信息啊 我跟你们说 你们可怕不可怕 就是说啊 这个 这个骑驴裸奔啊 这是他的那个网名啊 这个29个 多少个手机定位 是怎么提供给这个 私家侦探的 我就跟你讲这个 你知道吗 说谁 刘洪波又向 陈春娇出售什么呢 坐机通话水单 就是业内行话 就你们家坐机的电话清单 坐机的名称地址 车辆档案的信息 手机通话的水单 250块钱 买三个月的固定电话水单 500块钱买两个月的 移动手机通话水单 他提供的信息来源于什么 10086客服 还有中国电信客服部 投诉处理中心的职员 以及中国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这些职员呢 是女的 不是 多是女的吧 在上班期间呢 把办公系统上的手机用户信息 用短信的方式 直接发给男朋友 或者亲戚等关系人 当然呢 这些个员工吧 好像还不是正式员工 是那种反正挣钱 特别少的 他们就算是一种 什么员工 就不是很正式的员工 就赚外快 所以他们赚外快 这很可怕吗 就不可怕嘛 我们的这个手机信息 可能都被卖出去了 我们先把问题 推到两个最大的极端上 第一个极端是道德的极端 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说 你要没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怕什么吗 这个是第一个极端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有隐私的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这句话 对不对 要是我说 你看你别有用心 你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你既然没有不可告人 这句话的假定 前台词就说 什么事情必须要告人 对吧 我忠于什么什么什么 我爱什么什么 这个全部要告人 那一辈子 你要是从头到尾一个女人 你要是只爱一个党 你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做一个高尚脱离地基趣味的人 你无所畏惧 好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是 我听业内的人说 所有你个人的信息 讲的所有的电话 电话公司全部录下的 保留一段时间 从以前有窃听自己说 现在自从有手提电话之类以后 他不要来听你 但是在技术上 因为现在大的计算机已经很大 所以如果需要 比方说我要知道 杜文涛三年前 某一个月的那几天 跟谁通过话 他通过有关不过 全跳传闻 你知道这个传闻 这是这不光是中国 这是个全球性的恐慌 全世界都是的 全球性的恐慌 像你说的这个 很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美国 他不也在警告吗 我上次看一个电影 叫鹰眼 就在说 说的美国人现在担心的 和中国人聊的是一件事 他们说 我一听我 怎么这么熟呢 他说FBI 你要小心 把你的手机 当成窃听器 即便你的手机是关机的 它能自动 FBI能够启动 电池没拔出来 没取下电池 自动启动 你电池里边的内置麦克风 这样你们一桌人吃饭 FBI都能听得到 美国人也恐慌这个 所以iPhone的最大问题 就是电池不好取 没错 没错 最近呢 还没法防止这个东西 对 所以以后就能够鉴别 这个人为什么不用iPhone呢 你一定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 没错 所以你不用iPhone 所以徐老师 你讲这关键问题 我跟你说 到现在为止 有的中国家长 还偷看孩子的日记 甚至偷看孩子电子邮箱 你知道吗 也是跟孩子讲啊 你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干嘛怕我们看呢 男女夫妻之间 男女朋友之间 不也是这样吗 当时电话铃响了 那你的 你的 你的那一半 就要拿来看 你要是有点 觉得不合适的话 你有什么东西 瞒着我吗 对不对 这不还不是一样吗 所有 那我问你 你过夫妻生活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 你怎么能拿来 让我们看看呢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 就是要先排除 这两个大前提 就是说第一个前提 我们得承认 人可以有 不能告人之东西 对不对 这个大前提 我们要 这要成为我们法律的 根基之一 第二 所有的技术手段 再先进 必须要有法来约束它 比方说今天 你认为 我在出卖原子弹情报了 你查吧 但是今天你怀疑 我有另外一个小秘了 你就别动用 这个国家力量了 对不对 你就多浪费钱 只有承认 这两个大前提 中间这件事情 才是可以追究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 你中间这些事情 追究了半天 他给你一回到 大前提的话 你就觉得 这算什么犯罪 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不是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让人知道 比如说你刚才 说的那一句 说你夫妻生活 就难道见不得人吗 对啊 你不能让人知道 你不能看看吗 对你可以这么讲 但是问题在于 问这句话的人 你有什么权利 要去知道 人家夫妻生活 重点在这 就是说我们三个 是好朋友 我们三个吃饭 我们聊了什么 然后人家想窃听 那人家窃听了 被我们发现说 怎么了 你们三个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是不是想做什么 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祖国 对不起公司的事 对不起人民的事 他说没有 那没有怕什么人知道 说我不怕让人知道 但是你凭什么要知道 重点在后面这个 就这个权利的问题 他主要 你有什么权利来知道 他主要还是在有 我虽然不怕你知道 但是我现在 我有我的权利 不愿意让你知道 对啊 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的一个权利 对啊 所以私隐私隐 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公众话题 对 它是权利的 你说的太对了 私隐不是属于私领域的事情 是属于公众领域的事情 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 我现在觉得 中国人民现在最需要普及的 就是这个观点 因为现在学者讲了嘛 中国现在的法律里啊 都没有隐私这俩字 对啊 都还没有制定什么 一般人民也没有 这个概念 最多现在有一个罪 就是说你出卖 什么非法窃取消售 个人信息罪 这还是近几年啊 开始有的这么一项罪名 但是呢 你看 它就确实背后隐藏着一个 咱们这种 这个这个什么农业国家呀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很多人本身的观念 需要改变 我就认为 中国人比西方人 不大懂得个人隐私 就是 就觉得什么隐私不隐私 中国人 就肆无忌惮地侵犯别人隐私 不要说这个牟利 甚至是平常生活里 甚至是一个公司里 对吧 他完全不觉得 这是什么事 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空间概念 就是说 这不叫做不注重别人的隐私 而是有时候是不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其他个人权利的存在 对 甚至不一定是权利 就是他的考虑范围 有没有想到其他人 我都觉得很怀疑 比如说我们搭飞机 搭飞机 你如果在内地里坐经济舱的话 我几乎百分百 从来没见过 如果我在坐经济舱的时候 前面有人 他比如说他你知道前面 你坐可以往后靠 对 人家吃的饭或者人家做的事 你往后靠 吃饭的时候不应该往后 对 我从来没见过 有任何一个坐在我前面的乘客 在往后靠前会先回头看一看 或问你介不介意 那当然我们在香港 台湾或别的地方 这很常见 在那从来没有 但这并不是说前面的人很坏 很糟 而是他真没考虑到 他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他根本 他的平常这个思维的空间里面 并没有其他人 就是没有把他人的个人权利 把当作跟他自己的个人权利 一样来尊重 就很像开车的时候 我要变现就变现 我要怎么管就怎么管 但是在这个information的 这个私营的问题上 我尤其比方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 拿了很低的钱 在帮一个大公司 打工的一个女的 今天有人叫他来窃听某人 有没有找小三 当他听到的时候 他不仅在赚外快 他还得到了一个 巨大的道德满足 我在做好事情 开什么玩笑 你看谁是谁的老婆 被人欺负 他老公在外面 或者倒过来 他老婆在外面乱搞 他还不知道还傻 我们一定要把他听到 一定要把他听到 然后大家又有一个道德义愤 就像我们看很多网络的事件一样 他赚钱是小事 我为了公民之道德才是大事 他心里在觉得侵犯隐私 开玩笑 他欲工作愉乐了 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太短 我又不展开论述过程啊 我讲我的这个结论 所以呢很多人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我明白 这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隐私啊 个人隐私啊 是第一权 而且我认为 中国社会要走向现代化 你啊要不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 给解决 给确定 给保护了 跟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意产业 跟你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呢 都非常有关系 不过 不过这个东西我同意 我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我也是常常被侵犯隐私 而且你刚刚说 我们很危险 我从来不觉得 为什么我总是觉得 我是24小时在被人监听 所以你就是没有不可告人的 他是和尚嘛 他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 我有很多 但是我总觉得 我一切是曝光的 但是呢说回来啊 我觉得这里面 为什么我又同时觉得悲观呢 是因为隐私这个东西啊 它是个有点文化相关的一个概念 它真的是不同文化 是有不同想法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人我的界限 像我刚才为什么会讲到 考不考虑他人啊 那其实不是说中国人不善良 不懂得同情其他人 而是我们人跟人的这个距离 界限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敏感 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就是我们道德的基础 我们特别强调人跟人的关系 但是不分 我举一个例子啊 你注意一下90年代中国农村 开始有些人先富起来 80年代先富起来的时候 盖楼房 你看得过他们那种楼房的设计没有 很有意思的 他那个楼房啊 是想比如说楼上 三间房间 一家人有钱了 住二楼了 三个房间 他三个房间啊 是全贯通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一条走廊全贯通 我如果住在最底那个房间的话 我要先开门 经过我爸爸妈妈房间 经过我姐姐房间 才到了我的房间 那一般我们现在房间设计 是全密闭隔开的嘛 他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想过 这是个问题吗 这是多么的中国啊 而且你看啊 我这个 我是 我是个土人啊 但是我后来慢慢呢 好像学到一些 类似于西方教养的东西 因为我交往了一些朋友嘛 粮食义友 他们往往呢 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说实在话 对这一套教养 我至今呢 也不是特别能明白 可是我至少承认呢 而且我也已经让我自己啊 尽量跟着那个来 为什么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就发现呢 像过去我们很习惯 跟人家讲讲 最近我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个人有些什么痛苦 我觉得哥们才这样嘛 可是后来 我跟他们交往之后啊 我慢慢发现呢 好像他们美国 那个范儿的人呢 他会觉得有点不适 甚至于你看啊 当然后来道理我明白了 他们有一个道理 我明白 但是我也很难明白 就是他就认为啊 就是你凭什么 要跟我倾诉你的事情 而且你让我知道 某种意义上 我也要承担这个 一起共同承担 我为什么要当你的 垃圾桶 我为什么要承担你的不幸 你看西方呢 他把这个交给心理医生 那是收钱的 你倾诉你自己 我们在一块 你而且 而且呢 他觉得 你如果讲了 你家里的这个事情 你给了我一种压力 这很不公平 这压力就是说 我是不是也要 把我的事情跟你讲呢 哎 你看这套我理解了 而且我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教养 但是你看啊 你马上就意识到 这是另一种 社会环境下的人际关系 对隐私的最大的打击 最容易打击的隐私的东西 就是道德 为什么隐私在中国 那么脆弱 怎么叫道德呢 就是说 如果你做的是一件 好的事情 比方你在学雷锋 你在帮人家做好事 你为什么怕人知道呢 对不对 你肯定可以让大家知道吗 你什么东西 不想让大家知道 那可能就是坏的事情吗 而你坏的事情 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啊 因为你在偷情嘛 你看你不是跟你太太在一起 你是在跟什么别人在一起 这样的事情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来揭露 你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判断任何事情 第一不是权力 第一是善恶 是好坏的话 那就不存在隐私 因为好的 全部都可以公开 坏的正应该要把你揭露 但也不一定是这样 那倒不一定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是以前 对 那是以前 比如说像我刚才 做经济舱那个例子 我并不是说 经济舱的人 都比较不注重隐私 而是因为公务舱 它会距离比较远 影响不到人 比如说有时候你坐飞机 你隔壁的人贴得很近 你会发现 你在看一个什么东西 甚至看手机短信 他都凑个头来看 他并不是出于道德理由 他也不是真的好奇 他是觉得 我看看有什么了不起 他没觉得他不道德 他没觉得他不道德 但我的话没讲完 我的话没讲完 我们只把道德 停留在好坏这个层面 这是在道德修养 但在公共社会道德上 尊重人的权利 是一种道德 我坚持我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 我最近看了 余英时纪念 那个辛亥革命百年 一篇文章 非常精彩 他说我们强调 儒家的很多概念 在私领域范围里 都是非常对的 比方说赵文道西是可以 比方说你这个 一日三行五生 等等等等 但是你只要一推到 社会原则上去 我们儒家的很多经典 都是有问题的了 女人 小人南洋野 这个劳行者 治人 劳力者 治愈人 就总之 儒家的所有这些东西 你用在我个人道德修炼上 比方善恶这些东西 很好 但是你一到公共领域 变成社会制度来讲的话 就有很多问题 我为什么刚才讲 就是隐私 它是一个公共话题 如果隐私 在一个个人道德修炼上 隐私不那么大重要 我们更多地强调善恶 我们强调怎么做人 我们反省自己 但是你一到社会工作 就尊重别人的隐私 应该是一个公共道德 这一点我觉得 听上去有点绕口 就隐私是一种公共道德 没错 这个说得太好 因为这是个人界限的问题 没错 可是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东西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知道 就是很多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家里 你要请护工 农村来的妇女 你就发现 他最爱打听这个 你明白吗 他要打听 你们家有几个儿子 儿子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甚至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看 他知道这些信息 这就是印尼工人 跟费用 跟国内的护工的最大的区别 他们就不管 根本从来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是 我觉得是文化上的原因 就是说当你站在道德的立场上 你就觉得你有责任来关心 他不用这个隐私的问题 他说我在关心你 没错 对不对 我在关心你 当你在社会的权力的层面上 你就不是关心人家 你就在亏人隐私了 同一件事情 就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不过我想讲 就印尼菲律宾人 他们来到香港 不会亏你 不会问你说 东先生 你应该月振多少钱 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文化 比我们更注重隐私 而是他真的到了一个 异文化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 他都不清楚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想讲 今天中国有趣的就是 其实中国内部 有这么一个异文化 就中国有一部分人 像你 或者说你们那帮 那么不要脸的 亲美的那帮朋友们 这帮是注重隐私的 但是还有很大部分 像你们家户的保姆 可能是没有这个概念 对 他们关心上个 对不对 或者说他怎么会 这奇怪 我问你一个月 挣多少钱的爱着谁了 这有什么不对的 他明明认识你的女朋友 今天又有个陌生女的 给你打回电话 他在旁边看得不顺眼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事在中国 还是很严重 而且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现代化 意味着什么 美国准备好了 欧洲准备好了 中国没准备好 人没准备好 但是技术来了 你知道吗 你像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模式 不是 我们要建设一个 没有隐私的现代化 你看人家现在说的 这个Windows Phone 7 就本身技术 现在存在用户定位 隐私问题 就现在这个技术大解放 iPhone Google都是 不 我刚才有个问题 忘了问你了 你说他们听 只是问位置 听不到话的 也可以听到话是另一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你的另一半的生活吗 没多少钱